上海王秋库去医院拔智齿和洗牙总共花了多少钱 现在看牙比以前方便多了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 那么最近感觉自己这个牙齿有地不打脸色 尤其是吃甜的东西的时候 感觉牙齿阴影作痛 那么一会儿也是打算去口腔医院 提前根治一下顺便洗个牙 那么现在就跟着我镜头一起去医院看看吧 好了朋友们到医院了 复兴中路上面的口腔医院 现在这个看牙感觉比以前 早两年我看牙要方便很多 那么我约的是复兴中路上面的口腔医院 你只要打电话过去 他人工就能帮你预约 还是蛮方便的 你像老早去牙房所看牙 一天就那么几个号 而且还要一大早就去排队 有时候还挨不到 那么给保安大哥看过48小时核酸之后 直接上楼不用签到 到时候直接等叫号就可以了 不过说真的 疫情后看牙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我也是找了好几家医院都约不到 总算是找到这家还算是有号 我左边上面那颗牙齿 最后那个好像不知道吃个蛀掉 好像是智齿 你疼吗 最近有点疼 这里面的口是个智齿 你智齿 你一块一块 可能是智齿可以拔掉的 本身人长的位置就是先低 其实咬不也咬不到 所以就比较还上班地 就是需要去拔 有的话你来上一楼外车 那现在挂号 现在能拔吗 听这位小姐姐医生的意思呢 她说这个拔完牙不能马上洗牙的 否则也学灵大笛 那么我现在临时决定 先去洗牙一会再来拔牙 朋友们我刚问了一下 这边洗牙是350块 200块是自费的 其余可以进医保 但是在洗牙之前 她先要验血 验完血呢 只能预约下次再过来洗牙了 非常可惜 今天不能一趟头做掉了 好了 预约了下个礼拜洗牙了 现在来到外科这边准备拔牙 这次如果没做了可以不敢做到这边拔掉了 还要先拍片子 拔牙肯定要先拍片子 朋友们这片子拍得还挺快的 10分钟就拍完了 然后直接就传到医生电脑里了 去看看我这个牙能不能拔 请羊 靠筒签外科 人家是被她躺住了 我正常肯定要长到这个位置 那就只能拔掉了 只能拔掉是吧 吃几点生药药 然后这个地方会慢慢长起来的 多久了 一个它住掉会弹掉 在前面牙齿会比较紧坏 好吧 已经出来了对吧 对 没有完全出来 但是我们能看到它 不像下面这种 它其实一大半都在下面 这种你要拔的话我们就得 不太建议拔 就是建议拔的 我们有的人他的牙齿一直不管 到后期就会前面牙齿顶坏 我们是建议拔掉的 但是因为这个你比较麻烦 它需要硬水 需要这边要切开牙齿要去剩两半 所以这个是要约个手术洗 就是 那我上面那个就直接就一拔就下来了 是吧 一拔就下来了 但是会比上面这个好多了 那你如果今天想把左边上面的 我就给你拔掉 那可以可以 那现在拔牙齿多少钱 这个400 400是吧 行行行 没有一拔 有了有了 是多少能进一包 全部的一包 全部的一包 全部一包 都染光了 终于拔下来了 好了朋友们 谈一谈刚刚拔牙的感受 我刚刚那颗牙齿还算是比较好拔的 也不用划口子 直接就是像拔萝卜一样 拔萝卜 拔萝卜 拔了至少是5分钟 我感觉这个医生仿佛是用了他吃奶的力气来拔 总算是拔下来的 不过因为打了麻药啊 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痛感 只是打麻药的时候啊 这个针头有点痛 拔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啊 好了那么至于今天总共看了多少钱 我回家给大家看一下收据啊 好了朋友们现在到家了 看一看总共花了多少啊 70块是拍那个X光的牙齿 然后这个呢是拔牙的手术费 小技是497块 然后这个呢是洗牙的验血费183块 然后还有个重头戏啊 就是那个洗牙的钱 但洗牙那个钱呢要等下下周 我去洗牙的时候啊才能当场付啊 洗牙前面也和大家说了啊 350块200块是自费的 然后再加上三个挂号费啊分别都是25块 总共看一下朋友们 今天这个看牙齿啊一共是花了1175块2毛2 但是这个医保啊基本上能报大部分啊 好了朋友们嘴巴里呢已经不出血了 棉花已经吐掉了啊 本来还以为拔好牙这个脸会肿啊 现在看看也算蛮正常的 一会吃一下这个医生给我配的消炎药就OK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再会